您好 請問過去大概用什麼樣的方式處理民眾意見 我想我的生涯都在公職 那民眾意見早期的大概就是都是電子郵件 或甚至寫紙本 或者是電話投訴之類的 那面對面的比較少 那後來反而就因為現在的媒體 電子媒體比較發達 我們有時候是看漁情 比如說在這個PTT 爆料公社 FB出來以後 那我們會接收到 那我們會把它當作一個民眾的意見這樣 所以這樣的回應是透過新聞稿的方式 比如說網路意見 我們就發布一個新聞稿來做回應或澄清 我想都不一定 比如說他電郵來我們當然就電郵回 那但是如果是電話可能有當場回 甚至我們再打過去回電話 那如果是像你說從社群軟體啊 或者是這些媒體出來的 那可能我們就要研究研究 就是去做一個研究 看看他講的是什麼事情 歸誰管 那怎麼處理 要不要處理這些問題 對 那通常會怎麼樣處理漁情的部分 這漁情的部分當然就是我們回報以後 我們就看他這件事情 到底 因為這個東西很多啊 有的是可以做 有些不能做 所以我想我們也當然也遇到一些困擾 就是說 要不要處理 然後要處理到什麼程度 有時候爆料你也知道他爆料完 我們就不知道他後續的反應是什麼 也許他只是講一講 之類的 那當然也要看回應的人多不多 有沒有形成一個議題這樣 所以我的感覺是比較 有點資訊不足的味道 這是我的感覺 即使我們想要認真處理 對 還是覺得 呃 好像資訊不夠 是是是是 沒錯 來充分了解之後 對通常我們遇到的 語情啊 陳情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 資訊不是很完整 單方說法 對對對 單方說法這個是一個大的問題 了解 是 那目前有什麼樣 分對這個單方說法 或是資訊不夠 有做一些應變的措施嗎 當然現在就是 問嘛 有時候看能不能接觸一下當事人 然後再看看周邊的人回應是怎麼樣 但是我是覺得 比較間接一點 就問一問 然後開個會 如果比較重要是我們研究一下 內部研究一下 看怎麼處理 可是現在還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要的回應都 需要速度 要快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新聞稿 新聞稿會先出去 那做一個初步的回應 後面再 爭取一個時間 我們再來研究 大概以這樣模式 我日常見到的比較多 是 那在聽取民眾意見之後 有沒有遇到怎麼樣困難的情形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 基本上如果說是電郵啊 這些個人來的都是個人意見比較多 那這就是牽涉到個人的問題 佔絕大多數 那我們當然就是一一回應 那如果 像現在比較從媒體來啊 從這個 這個所謂社群網路這些出來的 有蠻多是牽涉到公眾的議題 那這個困難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資訊 在民眾端我不知道資訊 是 他的代表多少人 我講具體一點 他到底有代表多少人 他的反方有沒有 有沒有人反對他這個意見 第三個是 公部門你知道大家各有知識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 有的時候他跨好幾個部門 不歸我的部門 我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遇到困難大概就是這幾點 謝謝 那在應付出的經驗 在民眾的這個 民眾的意見要在什麼樣的情形下 才會變成更特考人的一個部分 對當然就是這個就是說 第一就是反應能夠多啊 夠一個量啊 第二就是說 反方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反對 就是如果說正跟反的意見 就都是差不多 那這個也很難行的政策 但是如果說一面倒的 又有很多人支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但是他又可行的 那這個就是比較 會變成政策 我覺得這幾個條件啊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子 那在這個案子之前 有沒有處理過救援平台上 沒有耶 救援平台我以前沒有參加過 對 所以也很榮幸 對 也所以很榮幸 可以這個參加這個救援平台 是 那大家這一次跟之前比 覺得說這次是我們之前 跟之前的經驗比 對政策上有什麼樣的幫助 是我想 最大的幫助 其實就是說 我們把提意見的人 找來嘛 那而且不只一個 就是相關的人士都找來 所以我們可以聽到很多 很多的意見 包括正方反方 甚至不同的意見 那另外一個方面好處是說 公部門我們也都找齊了 盡量找齊了 有相關的都盡量找 那找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 聽聽別人的意見 或者是當場就可以做一個討論 這個是你的業務範圍 這是我的業務範圍 我想 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說 那次在恆春 我們對這個飛航的知識 就增加了很多 航空管理 我們也不曉得有這麼多問題 比如說風向 這個機場艦的走向 什麼的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去想過這些 但是經過這個專業單位解說 以後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他是有他的原因在的 諸如此類 是 我想接到之後 當然那件案子 他是跟醫療的後送有關 那所以我們部分是醫療部分 我想這個對專業的單位來講 都不是太困難 因為這是我們日常在做的事情 我們大概就是去 收集一些資料 就整個區域 那天講的是恆春 就恆春的四個鄉鎮 那他的這個醫療分佈的資源狀況 調一些data看一看 那詢問一下醫院端 現在的後送的狀況是什麼樣這樣 所以我想 我們就是能夠做 就是準備我們 現有的這個狀況 現有的condition 我們去到現場去報告 給大家聽 當然比較重要的部分是去 想一想未來 反而接這個機會 我們想說 那我們未來對那個地區 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是在準備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data的部分很簡單 一掉就有 但是反而去想想說 既然人家現在在問這個問題 我們打算在這個地方做什麼 有沒有想要再做更多一點這樣 是 謝謝 那在參加這個學生會議前 你覺得這個會議是怎麼樣進行的 在參加之前的想像 我有大概問了一下 那 有大概形容一下給我們聽 因為我以前沒有參加過 那 跟我想像 就差不多吧 就是說各方人馬都到現場 那比較沒有想過的 就是說 線上也有開放 線上也有開放 也隨時都有意見出來 就等於你也是 這個我不知道算不算直播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直播 就是 線上也有人 在同時在join 那也同時在提供意見 那這個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 特別的 比較特殊的 那 是你請說 除了這個部分 還會覺得 比較有各想像中 有多差 其實我 大致上 我想像大概就是 就是類似像那個樣子 對 那 在參加的時候 對於協作會議的這個目的跟流程 有沒有覺得有理解到的困難 還是覺得還好 就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那個是要做什麼 因為對我們來講是 公布來講是新的 我想這個提點子 還有這個所謂協作會議 是一種 應該算是一種創局吧 那 所以我們 沒有參加過 所以也有點擔心 比如說 一提到說 有這個網路開放直播什麼 這個我們也會擔心 講話 我們該講什麼 心裡也要想一想清楚說 你講出來就是對大家講的 這跟內部討論是 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這講話要負責任的 所以我們當然會 也有點忐忑 那對於我們 能夠講出來 不能夠講出來的事情 事先也有一點 推演 這個是 也是算有一點壓力 這樣 那 就是說在 參加這個協作會之前 有沒有參加過 類似這樣的工作房的這個議題 基本上是 同一個形式的應該是沒有 不過我們也有 對不起 我們也有 我也有參加過很多次 就譬如說 有 我舉個例子 民意代表 那到 針對某一個議題 那我們到現場去 那這個 各單位也派人去 然後跟這個居民啊 或者是跟鄉民做這個溝通 也有類似這樣的 但是 那個有點不大一樣 不大一樣 就是說那時候 我們去 譬如說去這樣的場合 大致上議題都鎖定 那個有點比較像說明會 那我們已經決定要做 一件事了 然後把它講清楚 那細節要執行的部分各部會 聽取這個意見 那這個民眾反映給我們 那我們針對這個議題 那可是這是這個協作會議 我記得了去就是 他的議題是鎖定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他 就是根據討論的這個流程一直下來 他是有轉變 就是說沒有 不是說已經決定要怎麼做 而是說討論完才決定要怎麼做 應該是這樣講吧 所以聽起來 附作的這段敘述是在說 我們協作會議 比較能夠真的去聽取 包含民眾 包含其他公部門 所有人的意見之後 再來做決定 而不是事先已經決定好了 是就是我想 這個差別 可能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聽 協作會議感覺就是 去現場之後 全部討論完我們再做決定 我們要做什麼這樣 即使我們開了好幾次的會前會 附作還是這樣覺得 是啊 因為我想以這個案子來講 轉折也還算蠻大的 就是當初的提案 跟最後的結局 我想中間有很多轉折 這個大家在現場都知道 最後變成另外一個 好像跟原始的 不是 對對對 那後來變成要加強在地醫療 我覺得那這就是一個很 不一樣的地方 是 這樣的轉折 附作覺得是正面的嗎 還是說其實 增加了衛服務的工作 而且衛服務 其實事先沒有想到 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我覺得 以這個案子來講 我當然是覺得說 這是正面的 因為應該是說吧 真理越變越明 隨著說我們各方人馬在這邊 包括公部門民眾 大家真的討論完 都說明完 大家就知道說 什麼樣是最正確 從各種角度來看 不管是 這個經濟層面來看 或者是這個 效果上面來看 最後大家會導向一個 合理的 最合理的一個解決 所以我覺得說 事實其實也是可以證明說 以這個案子來講 這個轉折是非常正確的 那這個就不是說我們 在那邊先擬定 是可以解決 如果一開始他講的是這個 所謂的 航空器 就是這個直升機 後送駐地的這些問題 這個我自己本人有經驗 其他三個離島 三個離島的這個 金門 馬祖 澎湖這個駐地 那個經費 相關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們是不是利用這樣子的經費 對這樣的精神 我們來加強在地醫療 把轉折降下來 這個是不是更實際這樣 我覺得這個轉折 我是覺得是 還相當正面 謝謝 那在會結束後 副作者覺得說 這樣子跟政府啊 民眾啊 還有不同的專家學者 然後有 上面也有那個 就是立國辦公司的同仁 就是各方的這樣利害官方去討論 這樣子的方法 副作對這樣的方法 你說討論嗎 對 就是各種不同的討論的形式 討論形式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說 各方面都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而且還蠻充足的 其實有時候我們 開這麼多會了 有時候覺得說 就時間也很短暫 也許只是代表 幾個代表講一講 這我們的經驗看起來 有時候代表講的未必是 也未必是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那天我想這個協作會議時間也不算短 那我覺得不管是單位還是各 就是民眾這一端 都有充分表達的機會 那也許有些講的偏離還蠻多的 可是沒有關係啊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表達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式其實是 基本上是還蠻好的 有沒有哪些地方 我們可以在調整看 是啊 是這樣子 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說 像這個恆春的案子 我們就去到現場 去聽恆春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那當然這路程是相當遠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只是我覺得說 當然我們是公部門 那我們那時候是用的是這個所謂的 那個警察局的那個會議室 我是覺得那天這個場地是稍微有點 這個地方面有點熱 然後像這個我舉例來說 我認為我們現在的這個科技感 可能已經都很好 就是這個idea很好 可是在現場我感覺不到 因為那個設備的關係 可能這部幕也好像不是太清楚 對 它是現有的啊 它現有的設備可能就 配合度可能就比較低啊 那所以我覺得說 還有就是可能房間也不是那麼大 我記得還有分開嘛 分開 那我是覺得說像這些 我們是不是再能夠 把這個周邊設施再弄更好一點 那不要豪華 大家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是說讓它這個 那至少大家在裡面稍微舒適一點 然後 而且我覺得information很重要 我們能夠在同時之間 得到很多種information 比如說那線上的 是不是線上的也可以我們一目了然 知道線上在說什麼 那如果有 你們講的所謂的這個slide 或者是一些輔助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 可以拿出來我覺得 做一個參考 好當然我想你們後面已經 這麼做了我想也許 然後我後面是沒有參加 我不知道 好 同一個螢幕 同一個螢幕對對對 我想說對就是像這類的東西 我是覺得說應該是可以越做 越做越順越做越好 因為我們那個是早期的吧 中早期 中早期 那副作對我們那天有用了幾個技術 那想對於這幾個技術 問一下副作的意思 第一個是slide 是可以讓大家匿名人上去留言 是 那副作對於這樣子的方式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實在這樣很好啊 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們會場 畢竟能夠找的人還是有限的 那 我想我們都有經驗 我們去找在地的代表 那代表就是那些人 那我們還會再想聽聽 不在現場的人 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我想那天其實 留言雖然不算多 但是也是有一些留言 那我是覺得這個是可以 開另外一個管道 讓更多人參與 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那對於 就是透過slide進來的人 他有可能是一般對這個議題 很熟悉的人 那有可能是對這個議題很熟悉的民眾 對 那副作對於這樣子 各種混雜的民眾的這樣子 拿下來留言 不知道對於這樣 因為在這個做法上面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若是一般不熟悉議題的民眾 那上來留言會不會影響到討論你 但是他們也是在這個內容上面 某種程度是一種影響者 那不知道副作對於這樣子的說法 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這就是考驗主持人的功力 這完全是主持人功力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即時的判斷 我覺得說現在網路就是快 那快但是也考驗你判斷的能力 他同時進來 你應該去分辨說 是不是有些是來亂的 講的這個可能是另外一個議題或什麼的 或者是比較情緒性 但有些講的就完全是一陣劍性 我覺得那個就很值得馬上把它拉到現場來 馬上拉到現場來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意見 讓大家知道說也有人是這樣想的這樣 對 那另外一個工具是新製作的方式 就是我們在會前就先把這些 難怪的內容 用新製作的方式去排出來 對對對 那我們後來後去的做法也是有 比如說是在一種上面講的東西 我們現場就拉到 嗯 是 是 那不知道 對於這樣子的整理方式 我覺得 當然 這個方式當然很好 就協助我們去判斷 判斷這整個狀況 但是這個是他會update 是不是 就隨時再update 我覺得這樣子是 對我們來講是很方便 非常好的 那在理解上面 會不會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些問題 其實不會 習慣了就好 我現在 資訊的時代 我想 政府部門 大家也都 也不是像以前這樣 就是都沒守成規了 我覺得這種心事的東西 我覺得 大家也都開始學習了 而且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是 像這樣子的好的tool 我覺得應該不是困難 大家要從上面catch事情 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最後一個是竹字稿的部分 竹字稿這個部分 你現在副作人 有沒有請到我們幫忙 竹字稿的部分 就是說 你說最後的竹字稿 就是出來的竹字稿 其實在竹字稿 大概一般都很長 那如果有去現場 其實大概就 不是什麼問題 我是覺得 對沒有去現場的人 可能就是他要去詳細的看一看 但是竹字稿也是有他的壓力 就是你所說的每一件事情 做的每一個承諾 大概就是你要去負責 所以這個是竹字稿 所以我不知道後來的提議選擇 裡面好像有選擇 有協助 有要竹字稿 或者是 只是 conclusion 結論 都會有嗎 我們是一個蠻強烈的建議 是是是 都用竹字稿 我知道 這個當然是 我想就是原汁原味 對你們來講 我想原汁原味 就是終於 這個整個討論的過程 我想就是這樣 當然 這個也促使我們這個工部門要 提前做功課 你要講出來的事情 你要能夠負責 你才講 那這個也是 當然從某個角度上看 其實是蠻好的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 工部門也許他就是 不是很成熟的 就先答應你 或者是 給你一些回答這樣 那這個可能就 也許也是造成 民怨的這個原因 那我們就盡量避免 但是 如果以我自己來講 我們去參加協作會議 我們敢講的 我們就敢做 這個都我們經過思考的 謝謝老師 那 在工作上 如果需要聽取更多外部建議的話 會希望自己來做協作會議 我想 這是一個 idea 那 對不起 如果講實在話 講實在話 現在是大家 就是逼著做 這個是 行政院的平台 讓我們 輪到 就是派到了我們就去做 就逼著做 那但是 隨著這個 對這個東西的了解 我們知道 它有它的相對的功用 所以你說在工作上 如果有需要這樣子的 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去做 那當然這要看議題 我們不會希望說 每個議題都去這樣做 但是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做 可是 我們 就會想到說 我們怎麼樣去 發起這樣一個協作 這個是對我們講 可能相對的可能有點 有點困難 我覺得 我知道這裡面有很多know how 這個你們在做這個的過程 它的準備 它的這個 我想 我不覺得說我們這種 單一的單位 政府單位 好像有能力去 去發動這樣一個 協作會議這樣 對我們來講可能會覺得說 那時候會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有機會 如果這個東西成果 它是不錯 那推廣給 政府部門 或者是 有什麼單位 可以協助我們去做這樣的事 這樣比較有可能 我們下次 會去考慮這樣的方式 其實副作 我就藉這個機會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目前來一周年 那接下來 未來這一年的目標 其實就是希望說 把我們過去一年的經驗 慢慢各部會可以自己 去弄 那然後我們就變成是 過去一年我們是第一線 那也許我們就變成像第二線 然後協助部會來自己完成這樣的協作會議 了解 所以是有這個規劃 是 最後的結果是 有運算可以在新的大樓 然後這個大樓可以讓 有更多的 就是 醫療專業者可以來 然後也有設備 然後可以去因應我們當時 比較主要的問題 跟這個集中症這部分 醫療的缺法 那我們那時候在協作會的時候 有講到一個 蠻重要的部分就是 醫生不願意留在這邊 對 人才的這個部分 那不知道人才跟 這個醫療的 設備建立起來 然後對於醫療 還會這樣 就是 實際上會增加藥資源 但是對於人才的外流這個部分 有沒有解決 剛剛我想 我們 經營這個離島 偏鄉 原鄉 遇到問題 其實最主要還是人才的問題 人才留不住 那他這個人才留不住的面向 是很廣的 其中有一項就是他的這個設備 還有他的這個 這個空間環境 醫療環境 我講的是醫療環境 你在那裡能夠做什麼 我講白話一點 就是說 那我學了一身功夫 我到那裡能做什麼 有沒有這個設施可以 配合我的這個技術 第二點是說 那有沒有那樣的病人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神經外科 那 我有啦 有病人給你 一年三個 那我在那待久了 我就 我的這個practice 就 就變得 生疏了 那這個也是考量的問題 所以我說 在人才的留住的方面 其實 一個設一個好的設施 好的醫療環境 好的團隊 這都是人家在考慮 要不要留下來一個很重要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因素 比如說 居住環境 家人的照顧 還有交通 這些當然也都還有 可是其實如果以本 我們直接的專業來講 這個 有沒有這樣的設備 有沒有這樣的醫療環境 這其實是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 那衛福部在過去 有 會再去思考說 其他的 其他的 會讓人才 留下來的一些因素 像我們那時候 有討論到是 那個 孩子的救出的狀況 是 各方面的這個 不知道會不會 後去會不會有這方面的考慮 了解 我想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衛福部 後來就是 在這個協助會之後 那我們 我們有一個 得到一筆經費 能夠把這個醫療 醫療大樓 神村旅遊醫療大樓給蓋起來 希望在110年完工 這個是我們 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里程碑 那 當然在留住人才部分 那這個就是要需要 整個區域的配合 我想這一切東西 都是從交通開始 那這交通要更好 我們這次會談到這個 所謂的後送 醫療後送也是交通的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是交通部的專業 但當時我有聽到他們講 就是關於在鐵路 或者是快速公路的規劃上面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一旦交通方便了 後面東西才會進駐 比如說人口又多起來 人口多起來 學校它才會 它才會蓋起來 比較好的學校 那甚至就是說 當地的這個 生活環境可以繁榮起來 我常常講 那天可能也有人講到 就是在恆春 有的時候來應徵 護理人員 年輕的 都說覺得還可以 想要留下來 最後就問到說 那這附近最好的百貨公司是什麼 院長說自屈成事 他就說 好 謝謝我要走了 不是我的意思 這個只是一個玩笑話 不過就顯示說 因為當地它就是一個 比較偏遠的地方 所以它在生活機能上面 不管是教育購物什麼 都缺乏 但這些東西是需要 政府 這個不管是縣政府 或者是中央政府 讓它能夠有適度的 不可能是像台北一樣 高雄一樣 可是它適度要好起來 那這樣人家留任的機會比較高 這個部分不是我們衛福部 我們可以處理的是 剛剛講的 醫療環境把它弄 還有就是居住環境 比如說宿舍 我們新大樓裡面也有 這規劃宿舍 讓大家宿舍不要這麼破舊老舊 至少我每天要住的地方弄好一點 這個都我們可以做 那在過渡期間 其實也不是說 一直等到110年 過渡期間 我們跟縣政府合作 他找一些地方租給我們 我們醫院跟他租 然後讓這個來支援的這個 醫事人員能夠在那裡住 這個也是留下人的一些方式 就一路都有在做 所以副作的這個角度來說 因為我們這些會議其實是 就是跨部會的這個環境 對 但是在後續的處理上 好像都落在衛福部的這個部分 那剛剛在講交通部的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應該要一起搭配 但是在這個部分 比較沒有在前面 不過這個是應該看說 他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說 呃 加強在地的醫療嘛 那加強在地醫療 絕大部分當然工作是衛福部的事情 那這個是沒有錯 只是說我剛剛提到 很多事情不是我們一個部 我們把我們醫院弄好就可以解決 那個東西他還要牽涉到其他部會 包括縣政府 包括這個交通部啊 這些其他部 這個事情就是希望說 我們也許以後有一些追蹤的 對於這個案子的追蹤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去提出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那些事情也都是 比如說我那時候聽到他們講說 要蓋一個快速鐵路或是直鐵 這樣 那那個經費200多億啊 要蓋多久這個 那你不開始的話 那永遠都不會開始 只是說那些評估 那個是他們的專業 這樣 那個剛剛我們提到說 這個案子到目前為止 聽起來是一個蠻重要的里程 是 就是說 行政院裡面 很具體的投入了3億多的經費 來擴增離院的大樓 那就您的理解 您認為我們這一次協作會議跟目前這樣子 好像還蠻正面的這個結果 中間的觀念性是怎麼樣 是我想 我想這件事情跟我們的協作會議 絕對是有關的 我不能說它是 因為協作會議而變成這樣結局 不是 因為那個可能在很多規劃上面 就已經有在網絡方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促成的點 這個協作會議 因為協作會議它的結論 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後送問題 是要加強在地醫療 那加強在地醫療就是要做一些 這個基礎建設的這個投資 我覺得這是 我們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覺得會影響到 不管是行政院 縣政府 那對這個案子的這個決策 我想這個是一定有程度的相關 這是我自己的見解 我自己的見解 是 那 就是採納民眾的這樣子的建議 雖然說民眾的建議 不是直接是這個結果 但是它的 促成了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根源 是 那對於這樣子民眾的提案 然後到後續這個規劃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感受可以給我們了解 應該這樣子說 就是 民眾一開始的提議是 他想要強調交通工具的強化 是 但是透過整個寫作會議的過程 我們發現民眾的背後的原因 他不是真的想要交通工具 他是想要解決醫療問題 是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去瞭解民眾背後真實的意思 在 互助您的公務經驗或者是業務工作上 會不會覺得說 比較少運用到這樣的方式去瞭解民眾的真實的需求 然後來達成對我們業務上推動的一股駐地 就像您講的就是有的時候民眾他只是基於他的需求 提出一些建議 但是他不像工部門或者是說集合大戰力量可以想出真正解決的方法 他想的是他解決的方法 所以他就解決 他講的覺得說那直升機駐地就好啦 那什麼什麼 但是我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他直接的想法就是直升機駐地 那這樣可以減少多少時間 那這個反應出來是說 對交通的需求 那交通我們有時候我們會急是急在看病 急診 生小孩 這些醫療需求 這個是會連結的 所以他提出這樣一個看法的時候 他是根據他自己的想法 而做的一個這個 這個可以稍微暫停這樣 我把那個 對不起 我把關掉 稍等 不好意思 也就是說民眾他能夠想像的空間有限 那以這個案子來講 我們叫他光是這個後送這種直升機 這一年就花掉一億多了 那兩年就是就蓋一棟大樓 可是你去花那個一億多 永遠都不會進步 你不去改善醫療環境 他每年都要花這麼多錢 甚至更多的錢 但是你把這個錢 投資在這個 這個 譬如說醫療環境改善 他可以用很久很久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轉折過程說 集合大家的想法 然後看看有沒有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導致跟他提出來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可是我發現 我的感受是 在場大家都 都能夠 理解 而且最後好像都蠻同意 我包括因為我也在注意 那個所謂 那個外部的人的寫的意見 都好像覺得 其實這樣子才是合理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導致一個比較 合理的 就是大家共識的這個結論 比較不會偏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個不錯的一個結局 對 這個故作個人認為 就是這樣子的過程 能不能提升這個 國和民眾的互信 我想這一定會提升互信 因為大家這麼有誠意 這個 這個所有的部會派人去跟你們談 而且代表又不只一個很廣泛的這樣談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種最有誠意的方式之一 只是說 這個成本也不小 那我們可能要慎重選擇這個適當的題目 那這個 也才不會大家就疲於奔命 但是如果是正確的議題 已經經過我們的判斷 是正確的議題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會增加民眾的相當的一個信心 對政府的信心 不會說好像提了案子 然後大家就呼嚨過去這樣 那種普遍的那種不好的感受這樣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麻煩副作給我們一點指教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對我們協作會議的後續來做一些具體的建議 或者是批評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話想要對當天有參與過這個協作會議的朋友們 說一下說 就今天這個時間點來看想對他們說些什麼話 是 我想對於這個協作會議不敢說批評 這個我們是外行 這我也只參加過一次 我想其實 我的建議就是說 讓設備 讓這個 我們能夠輔助的工具 都盡量能夠呈現出來 那讓這個會議更順暢 那資訊的管道更 能夠更豐富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建議 那你說對於當天的那個 與會者 當天與會者說真的 我那天其實我們大家互相學習都很多 他們其實民眾端也給我們不少的 比如說他講到這個兩岸航線 其實也蠻多點子的 說這個橫沉機場怎麼利用 什麼之類的 那我剛剛講民航局也給我們很多知識 那這個 大家互相其實 在這個問題上其實都得到很多的回饋 那我要跟大家講 如果說要跟大家講是說 因為最後結論是說我們要加強在地醫療 我想我要跟這個與會的所有人講 我們現在很努力在做 初步的成效也都相當不錯了 那我想這個可能再過幾年 等到這個大樓蓋好 我們把這個人力再充實一點 設備再充實 我想這個他們所擔心的問題應該漸漸會減少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絕對不會完全沒有 比如說後送這些事情都一定會有 但是他會減到這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讓大家不要去擔心這個醫療 急重症醫療這些問題 這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